要说暑假最火的韩剧,小编觉得金秘书为什么那样,是绝对可以上榜的。 朴旭俊和金秘书朴米龄的CP真的是太养眼了,傻萌傻萌的男主和温柔大方的女主,让人光看着就会露出一脸的一亩笑了,尤其是朴米龄的颜值,真的是有激动小编的心,说起来小编之所以对朴米龄有印象,还是因为郑秀妍的原因,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,郑秀妍和朴米龄是许多年之前就相识的自由了。 女痕时期的郑秀妍是冰山公主,现在的郑秀妍是大家闺求郑总裁,而朴米龄虽然在国内没有什么知名度,但是作品的口碑基本上都是不错的,两个人相处的模式简直就是冒着粉红泡泡的社会主义姐妹型呢。 曾经在07年的早期采访中,郑秀妍就表示过,朴米龄是她可以依赖可以倾诉的姐姐,姐姐给了她许多的安慰和帮助,具体是什么呢? 朴米龄姐姐也在采访中幽默地表示,给她买点好吃的就好了,然后抱着她跟她说乖了乖了,你最乖了,这波狗良真的是好甜啊。 事实上郑秀妍这些年也经历了人生的巅峰与低谷,但即使形成繁忙,郑秀妍和朴米龄也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陪伴彼此度过生日。 不仅如此,这两个人还会经常一起出去旅游。2015年5月,他们俩就曾经带着自己的妈妈一起去普及岛度假,这见家长的即使感是怎么回事? 我们都知道在2014年9月郑秀妍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变故,那段时间她承受了许多的压力和质疑,很多和她交好的艺人都疏远了。 而朴米龄就是少数的坚定地站在她身边的人,在朴米龄心里,郑秀妍永远都是一个善良又轴弱的小姑娘,所以无论外界怎样,朴米龄都选择了保护妹妹郑秀妍,而最近一起出去旅行的日子应该是今年的年初在日本的度假,虽然没有同款合照,但是同样背景的照片也真的是爱度爆表了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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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